今集帶大家從東莞橋頭鎮出發 去看看東江水的舊書水河道 為什麼會是舊書水河道呢? 因為在2003年東江水改游專用的管道輸送 橙色的是舊水道,藍色的是新水道 這條就是當年掘出來的引工河道 以前香港的東江水就在這條河運下去 現在就不是了 因為現在東江入水位就在前面 直接就由專用的管道運到深圳水庫 舊水道包括鏡頭前的新開口河 全長83公里,共有6座閘壩和8座秋水閘 橋頭大橋是當年挖掘新開口時 興建的橋方便兩岸人民來往 經過半個世紀 舊河道曾經進行過幾次改建 唯獨是這條橋仍然停留在60年代的模樣 這是新開河,這裡要新開一條河道,長3公里,寬80公尺,伸7公尺 新開口是以前的入水口 在2003年東江水改造工程之後 入水口從新開口改成遠處的太原泵站 現在大家在香港喝到的東江水 就是從太原泵站抽水 經蜜峰管道輸送到深圳水庫 再輸送到敏感道的木湖抽水站 然後就送到淚水廠和水塘 由於新水道採用專用管道和新的抽水站 所以距離縮短至68公里 因此2003年後 舊河道完成歷史責任 河道和水澤會不會成為歷史遺跡呢? 不如大家一起去看看吧 新舊水道的走線可以看回影片開頭的動畫 當然我網站一定有更加詳盡的地圖和介紹 千萬不要錯過了 說這麼快去到旗嶺雜壩 見到雜壩和河道都有工程 究竟在做什麼工程呢? 先賣一賣關子 我們現在先看看河水的流動方向 河水是從南流向北 即是從深圳流向東莞 跟當年輸水方向相反 剛剛說過 2003年東江水經由專用水道輸送 所以不再經過石馬河 因此石馬河主要用於排紅 洪水步伐時就將水排入東江 我們現在喝的東江水 就是經過這條奇嶺稻草和幾個新的秋水站 直接輸送到深圳水庫 整條石馬河的河道呢 現在水是右翼走返的 以前東江水的年代 水是由鏡頭的右邊流去左邊 左邊這裏就是深圳水庫方向 但現在水流流去東江方向 還有河道和雜壩都有工程做著 馬灘雜壩和其他雜壩 是進行著石馬河幹流防洪工程 工程於2021年展開 預計2023年年尾完成 到時石馬河的排紅能力就會進一步提升 離開馬灘 我們前往距離不是很遠的唐頭下 這是唐頭沙的閘壩 是東升工程的第三個南河大壩 第四個抽水基站 唐頭下現在叫唐下 如果要看雜壩是怎樣 只能夠看回電影片段 因為唐頭下同樣進行著石馬河幹流防洪工程 雜壩已經變成工地 現在是這個模樣 在竹塚雜壩上還可以見到60年代的秋水基房 也都可以走路或者駕駛在雜壩上面經過 看回電影片段 60年代的竹塚已經有不少房屋 這裡就是鳳江鎮 今天的鳳江鎮非常熱鬧 雜壩兩邊都是學校 也有很多小販攤檔 很多東西賣很多東西吃 離開竹塚 下一站是沙嶺 沙嶺雜壩半世紀以來都沒有什麼變化 跟電影裡面的樣子差不多 不過河道同樣進行著工程 這是沙嶺東升工程的第五個南河閘壩 第六個抽水基站 這裡是石馬河入雁田水庫的水道 前面有水閘 後面都是有個排鴻口 上浦泵房就在我們的左手邊 現在去綁網 上浦秋水站 現在叫上浦泵站 是石馬河最後一座秋水站 2003年後 當東江水改用專用管道輸送之後 上浦泵站就沒有停用 而是改建了 成為深圳北線引水工程的秋水站 所以它現在的樣子跟六十年代有很大出入 現在的車子跟六十年代有很大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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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探索東江水之旅 其實是分幾次進行的 有租車自駕遊 有開自己的車回大陸 當然不會少得踩單車 關於開自己的車回大陸 我另外有影片介紹 至於踩單車 由於岩田水庫距離連塘口岸很近 所以踩單車來回只不過是三個小時多些 如果大家對這條單車路線有興趣 記得看這部影片 跟深圳水庫不同 岩田水庫從來都不是旅遊區 所以當我踩單車環湖一周時 只是有一兩個風景位 但是我就找到當年拍攝影片的位置 這是新建的伊紅道 很有趣 我現在是馬路 排虹沒有橋 就在這條排虹道過 剛才有個牌寫明 排虹中就小心過馬路 不要在這裡逗留 否則被水沖走 那些工作人員不知道在這裡搞什麼 就是在這裡想著排虹 水一排下來我就會沖走 很有趣 你只是踩排虹道 白泥坑 這條三公里長的人工區道已經完工 燕田水庫匯聚的東江水 從這裡起開始往下流 流到深圳水庫 大部分關於東江水的文獻及電影 都是這樣描述 東江水流入岩田水庫之後 就沿著三公里長的人工河道 白泥坑 流向深圳水庫 但其實白泥坑這段是有相確 因為岩田水庫和深圳水庫的直線距離 都不止三公里 所以事情一定不是那麼簡單 白泥坑之外 還有一條天然河道 沙灣河 東江水經過白泥坑及沙灣河 才會到達深圳水庫 電影裡面雖然沒有提及沙灣河 但他拍到一個地方 半個世紀之後他竟然找得回 東江水奔通向前 這個好像瀑布的位置 就是白泥坑及沙灣河的交匯 白泥坑其實比沙灣河高十幾米 所以當時做了一個提壩 被東江水從白泥坑卸下到沙灣河 這個位置位於今天龍江丹竹頭 十幾年前沙灣河已經整治過 我就為踩單車沿著沙灣河 逆流而上去到岩田水庫 來到深圳水庫前 留意一下頭上一條稻草 上面不是我們喝的東江水 而是深圳北線飲水工程的水 輸送到鐵江水庫、石岩水庫等等幾個水庫 那我順路在石岩水庫附近 就玩一下高卡車和室內跳傘 所以我經常說 很多事情其實是一環扣一環 只要多點留意 就自然找到很多有趣的東西玩 那還有什麼玩呢 東江水的舊河道 其實可以一環扣一環扣上去九港鐵路華段 九港鐵路是由櫻段及華段組成 櫻段我就寫過很多文 大家應該都看過了 那是時候講一下華段 有興趣想知道華段的故事和現在變成怎樣 那就記得留意我稍後的文章 從東莞新開口開始 我們沿著東江水的舊書水河道 到達今次旅程的終點 深圳水庫 東江水之後會到達香港的木湖秋水站 然後輸送到淚水廠和水塘 最後從大家的水龍頭出回來 2003年第四期改造工程之後 東江水最後都會來到深圳水庫 只不過輸水路線不同了 而困擾了幾十年的石馬河污染問題 也都隨著之前介紹過的幾個工程解決了 今次東江水之旅 其實在疫情前已經展開 由於封關 所以最後遲了三年才完成 感覺到可惜的是 看不到石馬河在工程前的模樣 所以有東西玩就真的要趁早玩 千萬不要等 今次東江水之旅到此為止 詳盡的故事 又回到達香港網站 下集再見 再見